大家好,欢迎来到苏不说新语 可能大家注意到了,我们换了一个新话筒 过去我是鄙视设备档的 一定要用最垃圾的设备做出最好的节目来 这是不可能的时间 节目的内容当然是为王 但声音也很重要 我过去是一直有比较严重的咽咽和鼻咽 所以话说多了,嗓子就会不舒服 包括唱歌 我的语速比较快 我正常语速大概一分钟应该在420个字左右 十多分钟的,甚至20分钟节目就有四五千字,五六千字 所以这个确实是一种负担 也有朋友提醒我,尽量短一点 你越说越长 这种free talk呢,有时候写提纲 有时候有脑图,有时候都不要 所以讲着讲着就长了 我们尽量把这个时间缩短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图很有意思 胳膊上怎么会盖个章呢 对,这是7月5号 无锡有部分的居民反应 阳明街道,就无锡的阳明街道 它的区域核酸检测完之后 要在手背上盖个绿色的章 这还不算完 你盖上章的标志 不能回家洗掉 要保留三天 所以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 我是看完这个以后只想笑 你呢,你别笑 所以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对,这是猪肉吗 这是屠宰场的防疫章吗 实际上呢,无锡啊 一直是过去江苏防疫做的比较好的城市 所以呢,这个中国防疫呢 看江苏,江苏防疫看无锡 那无锡防疫是不是看这个阳明街道呢 那我知道事后肯定是 这是临时工干的 没错,是临时工干的 当然这个事也带不了无锡权势盖章 是吧,无锡呢,没有全部的盖章 只是部分地区出现了这么一个个别的行为 大家可以这么解释 也可以这么理解 但本身来说 发现一例 这也是一切不尊重公民的一种行为 你没有任何理由 在人家人身体上盖个章 对吧 除非他自己拿起来抢一个 啪啪盖到自己身上 对吧 那说到这个盖章啊 实际上给猪肉盖章啊 不是个简单的事 我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个猪肉盖章的事啊 所以有点跑题了 就是说 我们现在看一下国务院啊 关于这个猪肉盖章的规定 因为这两天猪肉价格又在涨啊 所以呢 猪肉呢又传一个敏感话题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国务院令第742号 是李克强总理在2021年6月25号签署的 他里边的第15条呢 就提到什么呢 就提到 简单喝歌的猪肉呢 要盖起印章啊 并且呢 盖章的记录要保留两年 当然呢 这个农村农业部啊 这是农村农业部的网站啊 他给了一个详细的这个解释 就是说你既然要盖章 那盖章不能乱盖呀 对吧 要有一个详细的规定 所以呢 农村农业部呢就发了一个文 讲了这个滚筒章和各种章的这个看法 你看这就是滚筒章 这个章呢 是一个圆的 这是它的展开图啊 那么这个章的尺寸大小字样啊 都有详细的规定 那些字啊 那些年月日实际上是可以改变的啊 它可以一波动啊 它就换个日期 挂给你盖上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猪肉章 当然了 还有无害化处理章 这个章你可要小心了 在你胳膊上盖个圆章不算什么 要盖个这个章你就完了 这有点跑题了啊 大家对这个章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看一个新的美剧叫 应该叫末日孤剑吧 其实讲的一个 病毒啊 蔓延全球的时候一个情况 那时候很多人就被盖上了这个章 这是这个章的情况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盖章的这个颜料啊 这个颜色呢 也是有规定的 很多做过饭的朋友都知道 如果你不小心把这个肉皮没切掉啊 你煮也好 炒也好 甚至高压锅最后呢 发现这个章上的这个颜色呢 还没推掉 这猪肉皮上还有一个蓝色的印 往往这时候 你就要被你的老伴啊 就埋怨了 被你的父母埋怨了 不管谁做的饭 做饭的人都要受埋怨的啊 你怎么连这个都没弄掉呢 实际上你要不用刀刮掉它啊 你只是洗你是洗不掉的 因为早期啊 我们盖的这个紫色的那个章呢 它的主要成分是龙丹子啊 龙丹子大家知道 它是一种碱性的染色剂 就是紫药水那个成分啊 科学证明的这个龙丹子啊 和蛋白质呢 有比较好的亲和性 所以呢 你盖上这个章之后 这个龙丹子呢 就进入了这个肉皮里边的 这个蛋白质里边 所以是很难清洗的 小时候你要玩过这个紫药水 你知道 涂到手上你是弄不掉的 但是呢 有个办法 它既然是碱性的嘛 你可以用白醋一些酸性的 清洗剂来清洗啊 就容易洗掉了 当然说呢 最好的办法 你还是拿刀把它割掉 对吧 因为龙丹子呢 是有一定的致癌风险的 所以呢 很多地方呢 已经淘汰了这种紫色章 比如说现在大家看到 有红色的 有蓝色的章 那它呢 就是使用新型的水溶性的灼色剂呢 具体什么成分 我也不知道啊 应该是一种新型的灼色剂 再一些添加的符合的燃料 盖上去 那盖上去之后呢 有没有毒呢 实际上啊 就是我觉得任何的色素 这种人工的染色剂 可能都有毒 但是你离开这个计量谈的话呢 都是耍流氓嘛 对吧 既然是这个 简易单位盖上了这么个章 那肯定是 就是说这个量啊 这个色素用量 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所以是可以使用的 没问题的 如果你实在不放心的话呢 实际上呢 可以使用一些这个叫食品 食品级的蓝和脂溶性的 染料啊 这些染料呢 是可以清洗掉的 那么还有一种章啊 更科学 更稀罕 就是极光印章 你别笑 真的 现在有的地方呢 给猪肉 都盖上了极光印章 极光时刻的 就极光在猪皮上刻个字 我要是见到这样呢 我一定留下来保存 我是没见过这样的猪肉 那极光时刻的 肯定是最好的了 对吧 他极光时刻完之后呢 有个浅浅的痕迹 他没有色素 并且呢 也很有艺术感 对吧 说到这呢 大家这个 可以再回到前面那个 就是说 为什么要给人身上 盖个章 我觉得呢 还是偷懒 是吧 那这样的话呢 你首先呢 在街道里边要查的时候呢 不用掏手机 不用掏东西 直接一亮 哎 看我有章 就过了 这是一种新型的路条 实际上 你再想想 盖到你的身上 和盖到你的手机上 区别大吗 区别也不大呀 对吧 扶着在 只要扶着到 唯一能确定你属性的 这么个东西上 跟盖在身上 区别不大 你就是被 打上了这么个印记 那么呢 疫情呢 当然会早晚会结束 但是说 我们这次啊 刻在人身上的印章 刻在 扣在身上的印章 刻在我们手机里边印章 可以随意改变的印章 恐怕会 很长时间啊 留在大家的心中 那好 今天和大家聊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